那边雨也停了 我们先走起来吧 这个大家介绍这一圈 我们再看看别的 有个像一个小 烟嘴的一个嘴啊 你看见没有 这个嘴啊 很长的 很细的 像麻用的啊 你说它是一个花椒吧 一般花椒也不是这个样 你们看看这是做什么用途的 不确实很少进 给老板 拿一下 拿下 这里还有一个盘子 也漂亮啊 大家看一下 什么时代 大家能知道吗 繁红彩青花加繁红苗津的一个品种 基本上都是 至少是三代里面的啊 然后偏一点乾隆的啊 这个设真和风格啊 这种是一个外销的精品啊 但是很漂亮 这种东西都是大开门的啊 大开门的一眼货 平着啊 一个赏平 画的是五彩 相机有点类似啊 然后彩头画片呢 这种肯定 它是靠完全民国的一个画片啊 买了一个小罐子的开脸是一样的啊 所以它是这种花风 说康熙可能是不一样的 说光续也不一样 也还是偏民国的那个东西 底下是一个树叶款 看完之后呢 还是很开门的啊 从口言状态啊 从口言的细节里面的状态都干了 今天看来我要开张了啊 这老板也算是比较有缘分 你以前没怎么摆过好像 改了少了 改了少了 我没怎么见过你吧 有时候远看呢 还看不清楚 近看呢 我们把事情整个判断完了 我们就可以给它下一个结论了 所以这种市场上你看到 我们拿一个食物啊 都要这么仔细的推敲啊 怕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疏漏 怕你是看图片 所以说鉴定啊 为什么不准确呢 但既然不准确 咱们就谨慎一点啊 不要去盲目的去下结论 就这么一个道理 算吗 我一分钱不是 你就算亏50又怎么样了 50块钱 来回要钱吧 是吧 来回啊 还住了 还吃了 你在我这上面赚数数费是吧 你不卖别的东西了 这些东西虽然是拿来除了卖 但也不能亏 这个人不活 那就没办法了 那我就让你赚50 你是为了这50是何必呢 不是吧 我知了 那刀子飞起来 对啊 好吧好吧 抱歉了 不跟你说了 你看我看这对了 你可以吧 这什么玩意儿 木的 新的 还有什么 我给你鉴定 免费鉴定 别人找我鉴定要300块呢 我就比崔凯航行差一点 他要500块 我鉴定要300块呢 你那个中间不是新的 那两个鸟是 六七十年代的 那个是老的 我们先把它装起来 我给你做点生意是可以 但你要有东西 你看这个朋友 他有点东西 我可以买 他的那个七十年代的 烟灰缸老长的 这一批都是新的 那这烟灰给我送给你 我不要 你别送给我了 这几个都是不对的 老子让我帮他鉴定一下 我就帮他鉴定一下 这个冰煤是新的 知道吗 这冰煤不要搞了 这新的 这不是老冰煤 老冰煤也有 这种是新的 这两个出300 两个出300 你就知道对不对了 你就知道这个价格了 就是说呢 我跟你们说过一点 就是像那个拥粉盘 专家争耐争取 没有意义 你到市场上是吧 大量的批量的 低价的在出售的那种东西 你就明白是什么什么对或不对 就不需要来争 跟专家争没有意义 跟他争干嘛 你到上上瞅一瞅就明白了 身份就明白了 而且这种东西是不容置疑的 没有任何人再会说一句话了 你应该这种方式去鉴定一个东西 而不是只是来探导技术 那就是没有意 其他也没什么老伙 这边活着这都不行 好给你看完了 你继续卖好不好 其他也没合适的 好吧 你没有名片吗 我没有名片 我是按着骗 我也好坏 我不明着骗 好多老伙像你带来嘛 带你带来 不能上市场的 怎么不能上市场的 市场上可以卖的 你看高贵卖 怎么不能上市场了 没什么不能上市场的 你所谓的青筒器 青筒器不能卖 青筒器不能卖 瓷器可以卖的 好吧好吧 我们就这样了 我们把它给老哥鉴定一下 免费鉴定 我们每周26都会在开播里面来 供应鉴定和给大家分享精品 然后如果你平时找我 我一般是不回复的 如果你特别着急 有些朋友说给个红包 有说我也确实卖不下面多 才帮你看一下 原则上我也不收你红包 也不帮你看的 因为确实没有时间 咱们航艇也不比崔凯差多少 但是我们看着这种深度和广度 比它要看着深的多 因为我们在市场上面 很透彻的了解一个器物的真相